在左手的途中想起很多事情 我媽媽說我小時候 她在嬰兒車那裡 她們一定要我用右手拿東西 給我一粒鋪骨 我就會很聽話地用右手接連 然後交回去左手承認 很多先天的東西其實很難說 聽說我媽媽說她以前都是 她是左優的 她以前都是左優的 但是以前那個年代那些人 父母就教你這個是魔鬼 你是阻礙人 其實我不覺得左優在生活上有什麼方便 除了去飲要交位的時候 我永遠都是頂著人家吃飯的 除了這個不方便之外 我覺得其他都蠻好的 譬如小時候 我不知為何很奇怪的人 我打籃球 但我拍球的時候 或者打保齡的時候 我是用右手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拿筷子 我拿筷子 全部都是左優的 小時候或者跟人打冰波也好 打羽毛頭 打網頭也好 其實我覺得自己比較好 好一點是因為我一向都是跟右手的人打 右手的時候的朋友很少會跟左勢朋友打 所以我經常都會贏到 我覺得這個是左勢好處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自豪的 除了其他的時候 希望有朋友如果有幫我錄下剛剛那段說話的時候 幫我放上網 我就轉 看看可不可以有一些投行 可以幫我做到扔吉他 是不用跪個人的 希望你們喜歡這首左手